我要跟女朋友去拍拖,出国叫汪。 好彩头家点头, 你马上就知道他是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嘎。 外部的环境越来越不稳定,感觉到山羽越来丰满楼。 中国和美国的分歧日渐加深, 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争断 另一个影响全球安全形势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导致俄罗斯和许多国家,尤其是和美国以及北约国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而这一切都对新加坡影响深远 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新加坡明确表态 谴责俄罗斯 一般新加坡人明白政府的立场 但是也有一些人问政府 为什么要得罪俄罗斯 为什么要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 新加坡何必强出头 其实我们不是选边站 我们不是亲美 也不是要和俄罗斯作对 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 捍卫根本的原则 不能含糊 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很重要 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 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 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功力 联合国提成谴责俄罗斯决议案时 世界各国的立场并不相同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和考量 我们从社交媒体 例如WhatsApp,Telegram,Facebook,微信等 获得各种信息 我们可能以为这些信息都是真的 都是可信的 其实,有些信息是别有用意的 想要影响我们的立场 甚至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所以,当我们收到任何信息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所警惕 想一想 这些信息是哪里来的 有什么用意 我们的真的要把它转发给朋友吗? 我们应该先弄清事实 不要照单全收 我们必须防范不良外国势力的干预 不论它来自哪一方 这样,我们才能够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华社人士能够认清国家利益 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的认同感越来越深厚 也和我们的文化自信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很有本土意识 他们在创作里注入了本地特色 反映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比如,成立了五年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不但积极通过各种活动 介绍华族的传统文化 还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文化面貌 我们优秀的新加坡华乐团 也经常呈现很有南洋风云的音乐 近年来,许多人士和团体 对本地华族语言、艺术和中相组织进行研究 反映我们对文化成果的自豪 一个例子是 推广华语女士会 推出了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收录了本土特色的词汇 这些词汇跟其他华人社会的用法 是不大一样的 例如,年轻人谈恋爱 我们这里会说 拍拖、拍拖 我们去旅行 是说去吃风、假红 当我们觉得幸好没事 会说 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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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我们的老板 叫做 头家 头家 所以,如果你听到人家这么说 我要跟女朋友去拍拖 出国脚轰 好彩头家点头 你马上就知道 他是卡吉南 吉概念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即将成立一个研究小组 对本土华族文化的发展 进行由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这个计划获得政府的支持 新加坡的华族不再是落叶归根 而是落地生根 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说 而且一定要把它说得精彩 很无 mining 中文字幕华族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